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在山里面的一个深坑 放了十几个瓶子钓鱼 已经三天了 不知道有没有收获 现在过去看一下 已经到了 就在这些石头下面 这个深坑比较隐蔽 路有些难走 哇,在这里就看到瓶子在动 应该有收获了,不错 是种了两条鲶鱼 在这里圆圆的就看到了 这里还有人过来钓这个大头鱼 看一下这个袋子在这里 等一下走的时候把它带走 把桶放在这里 现在过来把这个绳头解开 这个深坑以前我来钓鱼 收获也是相当的不错 看一下现在水位下降了好多好几米了 现在来钓鱼有些难钓了 好,现在把这里头扔下去 要从那边那头收起来 这里太高了 要从这里走下去 太陡了 这个野生叶已经长得绿油油的一片了 这里头也是绑住的 前天大前天来 是用这个大蚯蚓做这个药的 好,现在从这里把它收起来 好像看到中了四条还是五条 这个深坑有一些危险 现在水离这个岸上特别的高 不错不错 全是几米末哦 这头看见了两条 这边,哇,这边又有两条 收获了四条,都是绵鱼 收获了四条,都是绵鱼 这个生肝要是掉下去 就是没地方上来咯 好货好货 全是极品量货 三天了 有两条鱼的肚子特别的大 看一下 这一条肚子大 这一条肚子大 这两条就好 看一下这个货色 很漂亮 花年 这一条也爽 这两条不管的 应该是有蛋了 反正肚子大的 全部放 放生 把这个肚子大的鱼 揭开把它放生 看一下 肚子非常的大 应该有蛋了 有蛋没蛋都放生 只要肚子大的 有一些膏 我把两条全部解出来 放在桶里面 还是到那下面矮一点的地方 把它放下去 这个太高了 甩下去 把它会晕掉 这一条肚子 这一条肚子就最大的了 这一条 这一条肚子就最大的了 这一条 这一条肚子就最大的了 这一条应该是下蛋到半 还是要下蛋了 赶紧放生 在这里放就好 走吧 它一放就立马潜倒下去了 还收了两条 爽哦 没有打不到水这个地方 先是带根绳子绑住这个身上 然后下去打水还可以 但是这么高现在不敢下去 急饼量货 这鱼刚才放在这地上 它跳的时候刮到这个石头上 有一些伤了 把片子收起来 收获两条 也打烫够了 这个山坑收获还是很不错 收获了四条都是鲜鱼 两条肚子大的就放生了 现在不知道哪个钓友把这个钓鱼剩下的这个袋子带走 怕它掉下去会污染这个水里面 好 现在就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